今天我们来教大家 是一个穿模 怎么样 在模用完了 或者更换新的模或者不同款式的模的时候需要用到的 我们在模用完之后或者更换不同的模之后 之前把这个卸下来 这里有个弹簧卡扣 然后退出来 压住这里就直接可以退出来 直接可以移动 再拿出来之后把这个模扇进去我们现在已经上好了 顶到底 顶到底之后 再把它 这里松掉 逆时针是把它顶紧 逆时针顶紧 逆时针 选紧然后 这个模 第一步 从这上面的滚滚筒这里绕过来 绕过来 再从下面这个排气滚筒这里往上绕 往上绕 然后这里是一个观眼探头 这里有个 压压住的一个小的一个 滚子一个滚轴 从这个压的滚轴这里穿过来 穿过来之后 这个一般都是我们正常要给压紧的 这个扳紧 压紧 我们穿模的时候要把它松掉 松掉再穿过来 穿过来之后再压紧 没有没有拉紧之前先把它松掉穿过来 这上面这个位置 还有个滚筒 我们现在是看不到 但手是可以摸到的 我们这个薄膜 要从这个滚筒上面绕过来 绕过来之后 再往上穿 从这个 铝带这里 往上穿 这样我们磨已经穿好了 磨穿好了之后 我们下一步是要调校这个 观眼的位置 就是我们薄膜 薄膜它是有一个颜色的色标 有色标 色标的作用是让这个观眼探头感应到 这个感应到这个颜色跟这个 薄膜的长度 我们观眼探头这里有个 白点 白点要 调到 照到这个 色标的位置 我们一般 调这个观眼的左右距离是在下面这个 手轮松掉 左右调动 左右移动 让这个白色的观点 照到这个色标上 然后 在这个 指带就是薄膜 转动的时候 然后它这个 观眼 正常工作的话 经过这个色标 它这个红色的指示灯 会有个闪烁 如果它闪烁过于平凡 或者没有闪烁 我们需要在这个上面一个小的旋钮 转动 调节它的灵敏度 闪烁过于平凡的话 会有很多误判 我们灵敏度要降低 如果它没有闪烁 我们要提高到灵敏度 然后 我们这一个散磨的步骤已经完成了 难免烁 难免瘁 以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